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目前在保盛國際任職 那就是主要處理家勞的一些工作 那會研究這個Spring Cloud 是因為我們自己有一個商城 那常常會有一些超窄的問題 那一起研究這個分散室的東西 那先介紹一下架構 不過早上那個阿里雲的周凱 大概都把microservice講完了 所以我這邊很快的帶過 這是我們以前一體式的架構 那大家都應該都有寫過 就是Toncat、Jboss 就是包一個挖丟進去這樣子處理 那這種的問題呢 就是越後來越複雜 然後再來說更新問題阿 水平擴展阿 然後或是一個可用性創新 都是一些到時候你要面對的問題 再來說SOA部分 其實它有點像microservice的概念阿 但是還是有點差異 但是它還是會有一些像 有些service的總成 比如說在econom service 下面會去調用不同的服務 但它還是會有一些配置上的問題喔 比如說像我們自己的電廠系統就是說 我們的service可能 沒辦法一次一對多這樣處理 這樣子 沒有辦法做分三次阿 那後來到 就是SOA的一些特性 到後來最近這兩年 大個超級紅 那開始microservice就拿出來 大家開始討論 那它的特性就是說 每個service都是盡量小 那它都是有自己 可以用自己的資料庫 或是一些儲存庫之類的 那它有一些特性 比如說它是可以很快速的發布 然後周期很短 然後它的高內聚低偶核 那再來是說它的水 它天使的特性就是很適合水平擴展 對 那每個服務都是獨立 那可以用自己的不同的技術架構 那後來 這兩個常常拿在一起講喔 那最主要的差異是說 SOA它可能整體規劃的時候 它還是會有一些交互作用 那microservice它是所有的service 它是透過一個API去操作 你比較不會有什麼 欸 欸 有一些library有偶爾問題 像我們自己目前是遇到這個問題 那我們講microservice好處很多 為什麼 用得很少 不多啦 其實說不多 那因為說 早上有人問到說 有起到1000個smicroservice 他們怎麼去互相互叫之類的問題 那 這代表說你也要有一些 很好的day up能力 那再來是說你的觀點複雜 那在你的service出錯的時候啊 那可能不只經過一個service 它可能經過兩三個 那你的時候問題最終就會更複雜 還有說 服務之間彼此的互相調用啊 還有一些容錯處理 還有一些容錯處理 那這些Spring Cloud 其實可以幫我們解決大部分的問題喔 然後我再介紹一個 CodeNative 這個名稱其實 你覺得蠻新的 但是它其實講的東西都是一樣 就是CD啊 Dapp啊 Micro Service 那我下面都有附那個 它說明的網則 有興趣可以再進去 點進去看 那 欸 什麼叫CodeNative 它就是基本上你的application 需要有符合這12個原則 你應該不用再講吧 這個 有興趣可以自己慢慢看 那下面有那個網址跟中文的部分 那它可以帶給你什麼價值呢 就是 欸 你可以很方便的把你的 軟體架構啊 整個原封不動搬到Code上面 那你在你的機房也可以一樣的部署 那你的 持續交付啊 Dapp啊 你的上限速度變得快 然後你的 故障 排除啊 自動隔離啊 然後或是自動恢復水平擴展 這些你都可以很方便的做到 那怎麼做 等一下會再講 那我在介紹說 怎麼用Spring Cloud打造那個 Cloud Native的application 那等一下這個圖還是看一下 Spring Boot Spring Boot 應該多少都有聽過啊 啊 有用過的可以讓我看一下 舉手的 至少我view過 好 好像 有一半 OK 那我是 簡單說明一下就是 欸 這個 Spring Team的那個大使啊 他講說 Spring Boot在幹嘛 他就是 Framework的Framework 那想要再 那簡單說就是 他就是 以前我們Spring 都要寫一堆sml 很煩 那Spring Boot就是 盡量 幫你的那些 常用的設定啊 他幫你 組裝好 Auto Configure 那 他只要 他一個精神就是說 欸 我只要 用Spring Boot 我一個開箱就可以用的一個特點 對 那Spring Cloud 那Spring Cloud 這是我們這邊的重頭戲啊 那Spring Cloud在幹嘛 Spring Cloud 就是說 欸 因爲你 建立一個Micro Service 已經變得很簡單了 但是你怎麼去關這些Micro Service 它就是 你去利用Spring Cloud 去組合你這些Micro Service 好 那 它的技術方面 堆疊是 它一樣其實都是用Spring啦 但是Spring Boot 抵上去之後 你的Micro Service 很好去 實作 就是 一個架檔 那再來是說 Spring Cloud的部分 Spring Boot 剛剛講Spring Boot Spring Cloud的部分 它是 由 Netflix 它的一個 開源系統 把它整合進來 那 我講一下Netflix 好 這個大家都有聽過 因爲 在台灣有 那 大概是一個 Streaming的一個 線上租 任服務 任服務 那 他們 他們 其實很早就 採用Micro Service 那 他們 後來把他們那個 開源框架 他們叫 OSS 開源出來 那 後來被Spring Cloud 整合進來 所以你在用Spring Cloud 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package 它是Netflix 那 還有一個好處 是說 它已經用了四五年前的帳稿 所以它是一個 被驗證可以Walk的一個架構 所以你不用說 欸 Spring Cloud那麼新 才一兩年吧 會不會有一堆雷 其實還好 用起來是還好 那Spring Cloud提供你什麼功能呢 一個就是說 就是說 Config Service 然後 Service Discovery 然後 Low Balance Avi Gateway 那 High Trust 然後 Disputive Tracing 好 講一下怎麼用 好 我們在 後面上可以看到 橘色部分 比如說是我們自己的Service 那 綠色 綠色 Config Service 這個是Spring 自己做出來的 那 再來是說 藍色的Discovery 是 那些都是 都是Netflix 開運出來的 然後 一開始啊 一開始你所有的服務啊 先去Config Service 取得你的Service的主態檔 然後啟動完成之後呢 去那個Discovery Service註冊 那註冊完可以怎樣 就是 當然如果你的Request進來之後 他可以幫 他可以在 你的服務內部 自己有個 分 Low Balance Connect Low Balance 他可以分散去 後面不同 可能三個Service Book Service 再處理 那下面那個 Room Service 呢 這是一個 Placy 等一下會再仔細介紹 然後再來說 比如說你的服務 常常可能會有些 路紋啊 斷線啊 那 他有提供一個 History Desktop 去監控你這些服務 到底說是好的還是壞的 那再來是說 你一個 一個Request進來 可能經過很多個Service 那你怎麼去追 他到底跑到哪一個 那 他這邊運用一個 Lip Clean Service 他是一個 Twitter來的 然後 Spin Cloud把它 納進來 整合起來 然後我介紹那個 Configure Service Configure Service 它支援 Git 那你可以在 本機上 開個 Git 的 PathStory 或是說 你直接讓他去 GitHub 上面抓 那都是可以 那 他 Configure Service 起來之後啊 他會去Git 抓完之後 當你的Application 起來之後 他會去 去 GConfigure Service 要 那 他還有一個功能是說 你可以把 你很多的Application 去做一個同步的更新 比如說 你有 常常有時候 什麼參數要調整 你不用一個一個去調 他可以 他有一個 那個 CloudBox 他可以讓你去觸發 他觸發之後 他會通知其他 跟他一樣的Service 說 有一個參數值要調整 他會 然後再去 Configure Service 去Pulse update下來 那 下面有個 我自己做的範例 大家可以 有興趣可以去 打開 試用看看 那 好 怎麼去做這個Configure Service 這個 Spring應該 好 我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就是 如果說你要去 New一個新專案的時候 這很方便 你要選 選 你像Gurato 甚至Maven 版本 然後 你只要在 右邊這個 底配正式這邊 輸入說 Config 那你選一下 然後 就讓它產生 那個專案架構 好 那程式怎麼寫 關進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而已 你就是一個 直播 Input的 啟動程式 然後上面給它 一個 Enabled Configure Service Server 那你在 那個 YAM裡面 YAMO YAMO裡面 去指定你的 Git URI 那這樣子 它啟動的時候 就會繼續去抓 那 服務發現 服務發現 現在支援三種 就是 Netflix 自己的 Eureka 然後 Rootkeeper Console 那 這個跟大家知道的 服務發現 其實 都一樣 然後它去 每個Service 它啟動都會去註冊 然後他們之間會有一個 Habbit 這樣子 那你需要什麼組件呢 就是 Config Connect URIKA 我這邊的範例是 URIKA 那 怎麼寫呢 就是 你需要 上面是你的 URIKA Server 下面是你需要 去註冊的 CNITE 然後 你如果說 這一部分完成的話 你可以開那個 我的範例啦 那以我範例來說 我是 8761 的POR 然後可以看到你的Service 在下面 那些UP 那些DOWN 有幾個實力這樣子 那 Config Connect 的ROBANCE 我們以前 都會用ROBANCE 但是ROBANCE 總是有瓶頸嘛 對 那 哪天它掛 就是大家都拜拜 那 我們Config Connect 它是這樣的 那 讓我們去註冊 我們知道所有的Service 為止 它 當我們要去 呼叫對方的時候 我們自己會有個 ROBANCE的機制 那 它有一些 錄的演算法啦 那它就可以去幫你去 呼叫 就是分散這些 請求 好 那這邊呢 我的範例是 其實我這個是範例是多啦 像 你只要抓 Config Connect 賣 Eureka Discovery 然後 Fengine 這些 就可以了 那你怎麼去 在你的程式裡面用呢 就是你需要去啟動 你需要去注冊一個 LowBalance的Race Template 那 這樣你就可以用了 如果你是用Race Template 習慣用這個的話 或者說 你 上面有個 最上面有個 那個 Enable Fengine Config 這個東西怎麼用 這是一個 聲明式的Config 對 那 公用它 底層式調用一樣的 效果 那 你就把你的那個 你要呼叫的對象啊 它的 Mapping 然後上面你的Name 是對方的Service 名稱 名稱 是名稱 那 你把它定義完之後 當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去呼叫這個介面 它自己就會幫你做 LowBalance 這件事情 API Gateway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某個個顆星 就是 地獄看命 好 這可能大家比較年輕 那 lowBalance Service,就這樣子 那用在哪裡,比如說你像手機啊 它不可能知道你所有的Service 它也不需要知道,它只要call你這個 Plus C 對 方便 那再說你怎麼 怎麼去佈這個 Dependency 你只要加那個 最後面那個 那程式怎麼選 你只要Enable就好了 Enable Room Plus Hastrace 這也是Netflix來的喔 那這個東西是幹嘛的 它就是 去保護你的一個遠程呼叫 就是說 因為 大家都是call社API 所以你的API如果 有一個 處理特別慢的時候 那 你前面那個就會拖慢 那你前面那個慢 再前面那個就會等更久 那就變成一個 雪崩 對 不太好 那就是它就幫你去做一個 彈藥 或是說一些選擇 一些保護機制 那當你就是 探要時間到了 它就直接幫你 探一個值 那個值你可以自己去定義 好這是它官網的一個 大概說明了 怎樣時間它會去出發 你的 那個就是一個 保險絲 開關 什麼時候斷 什麼時候開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 你的層次怎麼寫 就是 Hastrace comment 然後定義一個 feedback failback feedback message 它就對應到 下面的failback 比如說我這邊如果失敗的話 就回前面的message 一個怒 然後去處理就好了 那 有斷路器嘛 我就想看哪些服務會斷掉 那 這邊 這邊 就需要加一個 Hastrace dashboard dashboard 然後 tubing 這兩個服務加進 兩個dependency加進來 然後你去 enable這些 剛剛那些library 那你就會開啟 你就會得到一個監控的面板 那這監控面板怎麼用呢 它就是 比如說你可以監控單一服務 比如說像 我前面有一個 設備是5566 什麼 Streaming 那你把它打在那個 中間網址上面 然後開始Monitor 那你也透過我們剛剛有加那個 Tubbing 的Streaming 你可以去監控所有的cluster的那個Streaming 就是 它現在是服務是好的壞的 對 那怎麼看 其實 我沒有看每個數字是什麼意思 簡單看的就是 綠色是好的 紅色是掛了 那圈圈越大就是它的request越多 這樣 再來是說你要怎麼去追蹤你的一個 分散式的錯誤 然後他們採用那個 Twitter的lipkin 那服務器一下也是長這樣子 對 那 它每個request的都在都 欸 它每個request都會加那個traceID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說 整個鏈路它到底是 跑哪些服務 到底在哪邊有問題 那 它知道你所有的鏈路之後 它其實也可以畫一張 依賴的關係圖給你 好 怎麼加 就是 你要追蹤的項目通通 然後加上這個 dependency 那 Spring進度 它發現有這個 dipkin的時候 它在你的request中 自動加這些trace的ID 好 這是 怎麼勾選 dependency 那 既然有加這些traceID 就會有個人去收集 我講完了 好 大家想看demo嗎 現在28分 我整個帶完 有興趣看demo再看demo 就是 這些 你可以去 那個Spring的IO 那個Jush Long的Youtuber去看 它其實 它就是live coding 那你可以看其實很快就了解 那再來是說 對岸 對岸的資源其實蠻多的 大家可以去抓來看 再來是說 他們Spring官方的人 Spring team的人 他會在Git Git出沒 所以 你可以去找找看 有沒有去問問題 再來是說 QQ QQ 資源蠻多 其實資源蠻多的 他們都在裡面討論 然後再來是 還有一些 你不如你需要看一些書啊 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檔案夾裡面找到 那程式範例 我的部落格 好 希望 簡單介紹 可以讓大家 很快速的打造你的分散式系統 其他 其他很有趣的項目 就是比如說像Springput的人命啊 或是 Spring Cloud Country 你可以去整合看看 這 欸 剛剛很頭鼓掌 好 那 簡單介紹到這邊 那 DEMO一下 給大家看 那我DEMO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舉手 我 這樣看得到 我看得到 那我剛剛講的那個 Configure Service 好 其實 配置 配置蠻簡單的 我再看 給你看 那個 你可以配置 那個 這樣看得到 你可以配置你的 本地的Git 或是說 你的GitHub 好 我把它啟動 等一下 我 這條褲沒啟動 等一下我 這條褲沒啟動 啟動 啟動完了 那再來啟動我們的 服務發現 就剛剛 投影片 那這邊比較不一樣是說 我的Config 我跟他說 我要去 8888 Config Service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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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有 有 有 好,這邊我再請動我的假設這是backend的BookService 設定其實都一樣,就是名稱緩緩而已 那你們如果想看那個設定檔的部分,你可以去Hub看 這邊,這邊,這邊你可以看 像剛剛Book,Discovery,這些可以去看 有什麼設定上的差異 在一起一個模擬的前端 我們就一起啟動吧 那就是我剛剛介紹的那個他們的UI 就是當你服務啟動的時候,你就會看到說 我的服務慢慢一個一個起來 這個list 不好意思,Air比較不耐操 那起來,又一個一個起來,Lipkin 好,這是我寫一個簡單大家大概可以去摸索一下的範例喔 好,那這個是用一般的Race Template 那第二版是那個V2 就是用一個Lawband的Race Template來處理你的請求 好,這樣就資料回來 那大家可以去看程式的差異啦 寫法差異 好,之後 你們可以起 到時候你們那個Book Service 可以起多個一點 你可以看,就是看他說 欸,你哪個被護照到 你可以去觀察他的那個 Lawband 其實還好 好,再說你如果發一些請求 好,這邊請求會抓進來 那就可以看說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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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好,那我去玩好了,我這邊Air跑不太出來 好,那簡單介紹到這邊,那大家有什麼想問的